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看货 把我们这些毛病习气统统修正过来 这样才能见到功夫 千万不可狂妄 人一化狂就完了 就错了 世间法里面 孔老夫子曾经有个比喻说 在论语上讲的 如果有一个人 他的才华 像周公那样 周公是孔老夫子最佩服的人 是这个人他的才华 像周公之才之美 若骄其令 假如他犯了两个毛病 一个是骄傲 狂妄是骄傲 一个是吝啬 吝啬就是执着 坚令 贪令 夫子说 其余则不足观也 他说 那他那个 如周公之才之美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是装出了骗人的 那不是实在的 真正是实在的 决定没有较慢 决定没有执着 如果他还有执着 他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实在讲 一般人装模作样 欺骗一般众生 容易 欺骗有学问的人 不容易 不管你什么大德 他也看你 你还有傲慢的习气 还有分别执着 他对你就是敬而远之 为什么 你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们有真实的 修行功夫 你们有实德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